晴儿 我担心爹娘不会让我等下去的 你能不能再替我去楚州跑一趟 我 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还会不会来 好吧 晴儿就去 我想起来了 花灯会那天 周姑娘要留信给他的那个人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那个赵公子 他有没有来过啊 他早就走了 当天拿了信就走了 那老板 你有没有听说过他去哪儿啊 他去哪儿 没什么印象 奇怪 他会到哪儿去了呢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受了剑伤 大夫啊 大夫啊 在你身上 弯曲了一块肉 大夫说 你的伤很重 要我每天给你换药 现在 你知道痛就好了 你是谁啊 我叫樊西江 我叫樊西江 我们父子两个 在打鱼的时候啊 看到了你 不知道你 在水里泡了多久 流了多少血 还担心啊 你活不了呢 谢谢您 不谢不谢 哦 落水啊 给这位大哥哥煮碗鱼汤去 哦 是 小姐 怎么样 他已经离开楚州城了 多么希望能上这艘船啊 多么希望能上这艘船啊 要不是那帮人 我早就见到鹅黄了 匡爷 如果你急着要见哪位朋友 你就写封信 我帮你送去 不 他知道了 肯定会担心的 我不想让他担心 哦 可是你的伤 不轻啊 不会那么快 就会好起来 我想不回太久的 我会让自己 尽快好起来 老爷 晴儿 你先下去吧 是 这是新曲 爹没听过呀 哦 我只是胡乱弹奏的 女儿啊 你是爹的骄傲 我找不到他 我找不到他 我本以为他是一个 有理想有抱负的男子汉 可是他现在无声无息的 是我认错人了吗 爹啊 虽然不认识他 但我情愿相信 他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不管是什么理由 我们都要尊重他的决定 不要抱怨 懂得 在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 这样啊 这段感情 才值得怀念 女儿啊 你好好想想 当初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这就够了 也许是老天爷的安排 算一算 我们给他的时间 也有三个月了 不负他了 女儿啊 这是六皇子啊 烧给你的信 好 云一锅 玉一缩 淡淡山儿伯伯罗 清平双带楼 秋风多雨香鹤 莲麦芭蕉三两颗 夜长人奈何 要我说呀 谁配得上我家才女 这除了六皇子之外 还有谁呀 皇上也说了 知音难寻 能得以知音 为一生的伴侣 这也是人生难得的福分 女儿啊 你想一想 这人世间 能有几个人 有你这样的福分呢 你呀 可要知恩惜福啊 我一片真心对他 谁知他杳无音讯 我连要为他说话 为他坚持 都没了立场 这件事啊 皇上已派人 打听过几回了 你母亲也催得紧 我要进宫去回复此事了 女儿啊 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放到里面第三层 是 这些呢全部放到最上面一层 是 好 小心小心小心 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是 等一下把书呢 全部放到这里的书架上去 是 知道了 左边第二层 对对对 郡公 李廷贵卓人送来一方采安香墨 说这是他的新品 让您试一试 是 墨香四溢 兼而有光 厚德 赶快去把龙尾十页 还有成心堂纸拿来 把墨磨了 我马上就要试试 是 这有儿能润 视笔不骄 入纸不化 墨色如漆 墨香四溢 简直是墨中之宝啊 这李廷贵的廷贵墨 可跟我的龙尾十雁 和这个成心堂纸 并成为大唐的文房三宝了 是 郡公 听说啊 李廷贵还说这墨 久不褪色 说是天下一品啊 嗯 踏当的 从今天起 这笔墨指宴 就代表了我的言语 而这万策书 就是我的粮食 这书斋就是我的天地 你打算 永远把自己 窝在这个小天地里吧 母后 参见皇后娘娘 儿臣不知母后到来 请母后恕罪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怎么 在这些书里 是有蓝天 还是有利日 母后 我跟这些书交往 比跟人来往简单多了 至少不用害怕说错话 也不用怕被人误会 更不用去管别人的勾心斗角 你是母后的好儿子 母后了解 不过母后还是要劝你一句话 如果是住在海边 难免就会听到浪涛的声音 如果你嫌他吵 那他就是噪音 你要是把他当成生活的一部分 慢慢就会习惯了 母后 怕晕船还得下海捕鱼啊 更何况是区区的浪涛声 你生在帝王家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懂吗 你说 你这一方书成 他们能围住什么呢 他们能围住掏声 噪音 但是他们也围住了 你看外面的视线啊 不是吗 嗯 当然了 母后不是要你去掺和他们 我是怕你自己太孤立了 母后给你带了个好消息 周家回话了 内侍省也挑了下聘的好日子 记着 定了亲 可就是大人了 是 周相国的千金 是个好姑娘 日后 要好好地对待人情 谨遵母后教诲 皇上 湖南既然流言可以控制 不如就以昭安纳福 让流言成为一方之长 管理该地 皇上 兴兵作乱是何等的大事 将士在外一不如意 就起兵要挟朝廷 此风断不可章 皇上 臣赞成出兵 皇上 臣赞成增援出兵 一举歼灭流言 皇上 臣赞成安抚 反对出兵 你们两个相知不下 这叫朕如何裁决啊 弘济你去过湘南 你怎么说 好 启禀父皇 儿臣觉得他们说的都在里面 不如让冯炎寺和孙盛两位大人 一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 燕王 你 好了好了好了 这件事你就不要再争了 冯炎寺孙盛 你们二人既是左右蒲业同凭张氏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去办吧 臣臣遵旨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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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武将啊 你很清楚这场仗该不该打 你怎么能向皇上做那种戒严呢 大唐不是皇上一个人的 他是我们李家的 这相处既然已经拿下 又岂能将他任意地丢弃啊 孙盛常梦兮 萧炎这些老糊涂不懂 你岂能不懂 你还是不是我们李家的子孙呢 皇叔 在皇上面前 刚才大家都说得很清楚 拿相处容易 可是拿下之后呢 你要是觉得这一仗非打不可的话 那你应该责成冯炎寺孙盛两位大人 促成这件事情 不应该来找我 找我 找错人了 皇太帝 这件事皇上已经交办了 不是吗 燕王 你明明可以秉公 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 皇上就可以下旨出兵了 可是你 只问立场 不问是非 你公然瞎说 国家大事 岂能党同伐义 媚着良心哪 你 燕王 好 国家利益 被践踏于个人利益之下 受伤害的 岂只是个人哪 好 邝王 这把剑 也不是什么好剑 放在这儿 我也用不上 你就拿去做个纪念吧 大哥哥 你要走了吗 喝水 我要走了 不过你放心 我有空 一定回来看你 樊大叔 多谢救命之恩 赵邝医 永生不忘 哎哎 起来起来起来 邝医 你去吧 你去吧 将来有机会 把这孩子 带到陆地上去 学骑马 是 赵邝医感激在心 绝不负大叔所托 热水 大哥哥走了 大叔再见 热水再见 热水再见 再见 慢走 走了 大哥哥再见 吉祥如意翠绿登台一个 有 龙凤病体金酿红宝瓶一对 有 金星绕月碧桃玉环一对 皇上皇后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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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您请看 这是我为丛家备的礼担 请过目 我听说周相国的千金才貌双全 琴棋书画样样群通 所以我就特地把 丛家的金错刀法的墨竹画宝 也放在了其中 还是皇后细心哪 叔叔啊 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光流肃月海兽出果纹 铜镜一面 小心点这可保卫 这半年来 湖南失守 金陵大火 汉黄鸣基 没有一件事不让人烦心哪 总算由丛家的婚事来冲中喜 让人舒心哪 皇后 把他们的定亲大礼办得热闹一些 也让金陵的百姓们沾着喜劲 皇上您放心 有皇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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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问一下 今天什么日子 这么热闹啊 今天是六皇子定亲的日子 但愿我赵匡义 也能像这位六皇子一样 这么密集风发的 像鹅黄下屁 这位六皇子 原来是李六啊 他就是唐国的六皇子 怪不得 怪不得他一身贵迹 不知人间鬼障 今天今天他定亲呢 我应该前去跟他道个喜啊 李六 李六 干啥 李六 我是你们六皇子的朋友 我叫赵匡印的 李六 就凭你 让开让开 别误了六皇子下篇的时鎮 请问一下 你们六皇子 要取的千金是哪一位啊 我好去那儿跟他道贺啊 是周丞相家的千金周额皇 您收哪家的千金 周丞相家的千金周额皇 额皇 您好您好您好 里边请 张老板 张老板您也来了 快快快 请里边休息 小姐老爷他说 您要是不愿意呢 就可以不用下去了 让那些官夫人 小姐 您这是干什么呀 晴儿我现在要走 您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哎 小姐小姐 晴儿求求您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您就不能再说这种话了 再说六皇子送兵里的队伍 马上就要到了 晴儿 我才不可以这样呢 赵公子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如果 当初是我许下的承诺 我不能自我毁约 小姐 王皇 你要到哪里去啊 你要为了那个不知在哪的人 放着我们周家的颜面不顾 放着皇上的圣旨不理 一走了之 你要走我也绑不住你 但我要告诉你 你要是毁婚 就得陪上你爹和你娘这条老命 我们不用等着皇上降职 是处分朱九族 你一走 我和你爹即刻自行了断 向皇上谢罪 你真的为了那个人 不顾爹娘养育之恩 那你就走吧 我绝不拦你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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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鹅花 你为什么不等我呢 宝人 代表你 那你现在不是多了一个我这样的朋友在陪你呀 我們 只做朋友嗎 我很快就去知名找你 很快的 好 我一定等你 好 我一定等你 不能怪你 是我自己來遲了 可是 我不能就這麼放棄 大丈夫要來去分明 既然來了 也該宋歡喜我爸 當面把事情聞清楚啊 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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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連王來了 讓開來 來我先擠 連王 您到晚了 到晚了 向您到擠永遠都不晚啊 恭喜恭喜啊 多谢多谢 快请进 大家正在作词祝幸啊 皇太帝和冯严寺那帮人也来了 是 瞧你 您老办喜事 大家本该都来道贺的 不是吗 燕王 快请进 走 请 贤大人等 不得靠近 让开 让开 与君同饮金碑 饮鱼相取徘徊 此地小桃江发 轩车莫饮贫来 冰散依兰生必找 寒在梅花先老 轻力而不黏匿 意境深远 好词 从家佩服 多谢安定郡公夸奖 除了圣上 从家和冯严寺 正是我朝文采最风流的两个人 你们两个人应该时常相聚 互相切磋切磋 六弟 你和冯大人文采相通 倒显得大哥我粗俗不堪了 什么时候你也拨点时间给我 教教我 好让我也能和你相通啊 大哥 你怎么突然之间 对诗文有兴趣了 那不过是一些 吊书带降纲酸腹的东西 燕王 你我都是武将出身 你不会真的对什么诗文感兴趣吧 我猜你肯定是闻到了 从家和冯严寺书带里 降纲的酸味 肚子里泛着酸水 非得找点什么东西 压压那股酸吧 从家那是我的六弟 我们兄弟俩的感情一向都是很好的 他要是和什么人走得近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犯酸水呢 我倒是要请教一下冯大人 宣车莫宴贫来 冯大人 周大人久离庙堂 我六弟又不喜欢我们那些狗鼻稻造的事 你若是常来 是否该问问周大人和我六弟 他们厌不厌呢 是 下官失礼了 周某啊 我老了 我既无安定郡公和冯大人傲人的文采 也不及皇太帝殿下和燕王显赫的武功 今后各位大人想到我周某人 随时欢迎到府上来喝茶 老夫记高楼还乡 今后朝中大事就只有仰赖各位大人 替皇上分忧了 六皇子 久闻您的画作自成一格 今天周某斗胆 敢以岳父的身份呢 邀您当众辉豪 让大家一饱眼福 不知意下如何啊 岳父说的是 厚德 备墨 浪花有益 千重雪 李六 他在扇子上画什么 厄皇 你在哪儿 我一定要见到你 秀阁 厄皇一叶在上面 三位大人 里边请 行了 我们自己进去吧 是 大人 这六皇子下的聘礼 礼数还真周到啊 是啊 往这边 左相说让我们在厚花园见 大哥 左相 冯大人 干什么去了耽误这么长时间 大哥 我是急着问你们 那件事后来怎么样了 找到那个管闲事的人了没有 大哥 你说的是半年前被我们杀掉的那个人 不然呢 不然我还担心什么呀 那个人已经死在大江里了 你确定那个人死了 他不是燕王同党的人 应该不是 那个人对楚州不熟 听口音像是北方来的 好 那就好 李洪记已经联手孙盛 萧炎 长梦西 韩西仔几个老家伙 在筹备立他当太子 皇太帝被他逼得没办法 那皇太帝有没有下一步的做法 非杀了他不可 李洪记一日不除 皇太帝的皇储之位就充满了变数 要是有一天 真的让燕王登了机 你我还有活命吗 原来是个皇储之争的大秘密 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了这群人 又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事 什么人 你 这 怎么又是你啊 你 你没死啊 我先声明啊 我呢 是个北方人 我谁都不认识 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你们的事呢 我更没有兴趣介入 恐怕由不得你了 今天可是人家定亲的日子 不要破坏人家的喜事啊 你 别追了 李洪记就在大厅 你出去怎么跟他解释 真丢人 枉费你还是个监君 见什么去啊 你连个人都抓不到 马上派人跟去 绝不留活口 是 就这 左相息怒 先想一想 这个人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 难道他认识周宗 如果这个人和周宗有关 周宗必然会知道我们的全部事情 可是 看周宗不像啊 你们慌什么 此事我自有安排 记着 凡事小心 不要再给我添乱子了 是 是 是 快 哪儿去了 想不到唐朝廷蓬荡横行 内斗这么激烈 这个国家到底还能撑多久啊 六弟 我今天给足了你面子 可是你却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 你太让我失望了 大哥 你知道我一向有一说一的 我从不针对任何人 行了 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只是要你清楚 我是你大哥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 大哥 我早就表明了心计我对皇位没有任何兴趣 更不想选入你们的争夺之中 你跟皇叔都是我关心的人 我不想看到你们为了皇位 到时候连亲人都没得做 六弟 我们都是异母所成的同胞兄弟 难道你我之间的关系 还比不上你和皇叔之间的叔侄关系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明白呢 我根本不在乎将来是谁继承皇位 我也不想跟任何人结党结派 我没有力量去影响任何人 今天就算我站在你那边 我也帮不上你的忙啊 不 皇叔 你可以帮我 我只要你在父皇和母后面前 多替我说说好话 你多说一句他们就能多听一句 我要父皇立我为皇太子 大哥好了 就这么说定了 你帮我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我抱着满怀的希望和报复而来 我抱着满怀的希望和报复而来 如今却只能忘闻心探 向前的人捡不到 该换的袖帕也还不了 却不断撞见那些朝臣的阴谋 看来我与唐国注定无缘哪 看来我与唐国注定无缘哪 不对呀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 告诉峨皇啊 他就要嫁给李六了 今后朝廷的事都与他有关系啊 你 你是谁 那个北方人呢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来人 原来还真有大事在暗中进行啊 大人 大人 你醒醒啊 大人 大人 老爷 夫人快来啊 老爷出事啊 老哥 你别乱叫啊 你快来照顾你家大人 我替你们去追凶手啊 老爷 老爷 怎么来啊 老爷 快来啊 快快快 把老爷扶到房子里去 怎么快点啊 老爷 小心 慢点 小心 小心 快 小心点 小心哪 夫人 就是他把老爷打伤的 不不 夫人 你千万不要误会啊 我一进门 就看到周大人已经躺在地上了 快 把他送到衙门去 是 夫人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我是来找鹅黄小姐的 我有绣帕伪证啊 这是在除州城的时候 鹅黄小姐亲自送给我的 你看 撒婆 先把她带到西院柴房 蠢光 把她带走 是 夫人 走 夫人 走 快走 你们听我解释啊 带走 来 走 快走 撒婆 交代下去 这事不准插阳出去 夫人 我知道 我先去看看老爷 老爷 你没有看清楚 是谁伤了你啊 是个黑衣蒙面人 这么说 是我误会人家了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夫人 大夫来了 大夫 快请 请 好 周夫人 你们先出去吧 是 是 老爷的事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你跟鹅黄之间到此为止 周夫人 这老爷的事跟我本来就没有关系的 我来 只是想见鹅黄一面 我们相识异常 有些话 我想跟他当面说 不用了 我不管你们是怎么相识的 都当过眼烟云 你不认识鹅黄 鹅黄也从来没有见过你 鹅黄他今天跟六皇子定亲了 我不希望他将来受别人议论 好 为了他好 我答应你我不再见他了 不过周夫人 请你把鹅黄的绣帕还给我 那是他亲手送给我的 我想留作纪念 留作纪念 你还想打什么歪主意啊 你想将来威胁他 还是勒索他 还是向别人炫耀啊 周夫人 我照匡胤做事 一下是光明磊落的 光明磊落 你还半夜翻墙到我家 你勒索老爷不成便下手害他 我已经不追究了 你还想干什么 你大可不必对我宽大为怀 你尽管把我送到官府里去 我相信衙门 自会理出一个是非取之来 你就是想让鹅黄闹出笑话 得了便宜还卖乖 周夫人 你不可以这样侮辱我 鹅黄对我有情 我是为了这份知欲知情而来的 我对他是一片真心的 你看看你自己 你有什么资格爱我家鹅黄 你凭什么爱鹅黄 我们家鹅黄是跟皇家六皇子定亲的人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不配 如果你看中的这是皇家这两个字的话 你才不配跟我谈爱这个字 周夫人 如果六皇子他不是皇家子弟 你会允许鹅黄嫁给他吗 她是我的女儿 我不用别人说三道四 如果我赵狂颖也是皇家子弟呢 你会连面都不让我们见吗 我赵狂颖 虽然今天时运不济穷困潦淘 但并不表示将来我也是一事无成 你可以不允许我见你的女儿 但是你没有必要这样见她一个人 我可以永远都不见鹅黄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她是唯一让我动心的人 我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 好 这是你自找的 你听清楚 鹅黄 你是一辈子得不到别妄想了 萨婆 把帕子烧了 把她弄走 别让她再回来 是 小姐 快点 应该是在后门 萨婆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没什么 我看见了 是你的绣帕 萨儿 要你多嘴 小姐 她来了 她来了 她人呢 她人呢 小姐 夫人吩咐 夫人不让说 萨婆 她人在哪儿啊 你快说呀 小姐 她 她 萨儿 背马 是 快 驾 大人 人家去吧 快 一二 住手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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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回去 是我 都回去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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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红 花 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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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见到你了 终于见到了 为什么让我等了那么久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呀 因为 一言难尽呢 不过那些事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来了 我看到你了 我一约而来 迟了 事情都已经变了 变了 是你变了吗 怪我 这一切都该怪我 当初 我应该让你知道是我出了意外 为了不让你担心 我拒绝了樊大叔为我松心的美意 在窗屋一住就是半年 没想到 恶恍对不起 也许是我们没有缘分 能够再见到你 知道我没有看错你 看到你平安 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不 你千万不要说这种丧气话 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只要我们还有一丝机会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一切都已成定数 扭不回来 不 扭得回 不管前途多么艰险 我都能克服的 缘分天注定 半点不由人 不会的 命运是要靠我们自己掌握的 走 我带你去北方 现在就走 到了北方 我会有一番作为的 你相信我 我是你会眼中的英雄 我是啊 是 你是 你一直都是 可是我 可是我不能 你